奔跑的情报员加上神秘组织的阴谋 这是好莱坞电影的热买元素 但同时也是麻省理工学院专家内心当中的担忧 听起来像是虚构的电影情节 但确实量子危机 很可能未来就在我们身边上演 虽然不是这么粗暴 但是量子运算一旦成熟 可能我们目前的电脑运算方式 就会完全性地受到冲击 量子具有独特的叠加态特性 当传统电脑还是在零与一当中徘徊 量子却可以同时是零也同时是一 也因此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运算出结果 听起来这绝对是人类的福音 但也可能造成超级混乱 如此超强的运算能力 可以让我们现在仰赖的密码系统 在一瞬间崩溃 而且这样的危机还有专有名词 叫做量子日 这可不是空穴来风 尽管有专家预估 这需要数百万的量子卫元 才有可能办到 但也有研究机构预估 最快明年这样的危机就会实现 什么可能会发生 是第一个人能够有一个 产党的公共产党的公共产党 会不会有一个 IBM 并不会不会破坏其他人的公共产党 或是美国政府或中国政府 并不会不会破坏其他人的公共产党 MIT的金头脑目前已经率先提出所谓的秀儿演算法 只要真正应用在量子电脑上快速地进行植音数的分解 目前常用的RSA加密法就会轻松地被破解 你没有任何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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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没有任何忽略 有人可能会有任何忽略 也因此美中两国都在进行百米冲刺 根据2021年的统计数据 中国大陆强当世界第一 北京政府投入高达153亿美元 在研究量子电脑远比美国要多得多 由于一旦有办法让量子电脑打破屏障 从国防到金融 所有的机密都能一手掌握 也因此各国也积极应对 这场量子危机 TBB新闻综合报道 特别有什么事 但仁罗ou 能不能不能用 不要为您标准 马路上 我们可以做一件事 我们不cro 很不cro 我们不破